第五 甲山林 第五 甲山林 第五 甲山林 出自甲山林機構的建案不在少數 不過申根房地產三十年的甲山林 竟也跨足遊戲業 一切呵成的武術動作 再加上豐富的直線劇情 這款武侠單機遊戲 天命奇遇 就是甲山林 在兩年前成立的甲山林娛樂 幕後推手就是 市長祝文宇的兒子注意 你這剛才大概請到幾面 這大概一萬面吧 三步時關心團隊 打造遊戲進度 還攜手英特爾衛 和鳳凰遊戲兩大發行商 分別取得台港澳 獨家代理發行權 正式走向海外市場 在維基四伏的校園裡 少女的異世界求生祭 就此展開 這款風格細緻的手遊 轉校生 同樣也是房地產集團 瑞峰建設 轉頭的電腦周邊系統商 天岡資訊 跨足遊戲業的產品 地產業吹起遊戲風 圖的究竟是什麼 這些營建的本業 當然這幾年房市不好的關係 所以它的營收成長動能 不但不會增加 甚至可能衰退 那要補足這個衰退的部分 比較好的方式 對他們來說 當然是透過手遊的模式 就是要在房產寒冬中 立體新道路 不過手遊 單機遊戲競爭激烈 房地產跨足遊戲業 能不能增加營收 還得打上第一大問號 関西傳 許醫生 台北也創報導